看看 多東西吃了 快點 我很餓 哈哈哈哈 好了 現在就來到今天的目的了 市民直街湖 我們來了台灣嗎 這裡的門口有的確是台灣的事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東西吃呢 還說這麼多 一起去看看就知道了 好 走吧 哇 這個真的有織織織織的燒賣 當然啦 燒賣王當然厲害 厲害不厲害呢 要我試過才知道 但是 裡面好像很多人 那就要先進去找位置 Kiko 我跟你說 我吃過很多次的 這裡的豬潤腸最棒 對啊 豬潤腸不會很骯髒的 不會的 很好吃的 我之前吃了榴槤蒙飯 我們問問師傅好不好 師傅 為什麼你們的豬潤腸這麼好吃 因為我們的豬潤是每天早上 新鮮運到的 新鮮陶醉的豬 我聽說你們的豬潤是很特別的 是什麼豬潤 是黃沙豬潤腸 我們買完就沒有了 我每天都要一碟 不是 溫泰哥 我們今天來到燒賣王點心 我們一定要試這個蘿蔔糕 它的辣味和蘿蔔絲足料之外 還有很好的口感 真的很足料 炒出裡面很多蘿蔔絲 還有辣味也很夠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這個 金筍流沙包 哇 這個流沙真的流出來的 我真的很想一口放進口袋 那個漿那個淡黃味很濃 但腸粉也很漂亮 是晶瑩剔透的 我現在試蝦腸 好像外面那些蝦 水分太大太多 所以我覺得不夠爽口 但這個腸粉又薄又滑 真的值得一試 這個雪菜火鴨絲特意叫給你的 我很喜歡吃 這個豬潤腸是叫給你吃的 豬潤腸很棒 看上去都一定要試一下 讓我試一下這個灌湯燒賣 我都很濃的湯 而且它的蝦很新鮮 肉味也很濃 再配合一些很濃的汁 這個鮮蝦菜苗餃是非常健康的 因為它是用現在最當作的菜苗 和最新鮮的蝦一起做的 而且我覺得很適合健康的東西 因為菜苗和蝦都很健康 剛才那個燒賣好像乒乓波那麼大 很好吃 我這麼大 我們只是第一次吃而已 喂 你做甚麼 整條街這麼多食物 我們去看看周圍有甚麼食物 喂 都是我們 對呀 哇 好香呀 那你從哪裡傳過來的 是否那邊 那邊好像有很多人 嘿嘿嘿嘿 嗨 嗨 嗨嗨 嗨嗨嗨 嗨嗨嗨 是否在那裡是這個 不要理會了 喂 喂 喂 伊拉 你們不要吃那麼多 給我一次給我 喂 喂 不用吃你手上的幾串食物 看看有多少食物 這些都是我準備給你們吃的 還不謝謝我 謝謝 我們現在就在燒黃燒烤專門店 已經看到我們面前有很多 很吸引的燒烤 我想介紹的就是這個 它就是紐西蘭斑馬賴尿蝦 它的特點已經很明顯 我的手臂也不夠 還要伸到手指那麼長 來 試一下 這個奶尿蝦不僅是肉 殻殼舀進去也會有味 除了煎外 裡面有二分一都是膏 真是真材實料 蝦肉非常淡 還有那些膏真的非常鮮味 我們前面這個就是墨西哥的網輩 你看看這個食材非常jumbo 連這隻網輩也比我的拳頭大 不如現在馬上試一隻 這隻網輩非常新鮮 蔥和蒜蓉和網輩的份量剛剛好 我很想一口放在嘴裡 它的肉質很厚 還有很有咬勁 裡面的味道也很鮮甜 加上蒜蓉很香 Kiko 你猜不猜到我手上這是什麼 你猜到我腸豬嗎 這個是魔鬼魚 其實這些魔鬼魚是非常罕有的 是因為老闆常常在海邊的艇 所以他特地叫他們找回來給我們吃 那不是夜日新鮮嗎 不是夜日可以吃的 所以我們今天很有口福 哇 好脆啊 好好吃啊 很鮮韌啊 而且這個醬是碌碌的酸酸甜甜的味道 它在一起很開胃 除了燒烤之外 還有一個鍋 我知道 這個就是西班牙伊比利亞黑毛豬的大腸鍋 讓我撥些大腸給你 我覺得這個豬大腸一點都不韌 最主要是毛巾 而且它的配料配得刻度好 全都很野味 咬下去 它的鼻仔醬汁全部都撥出來 一流 哇 這裡的串燒真是很有特色 當然啦 你想吃什麼都可以燒什麼的 真的那麼厲害 有沒有燒奶和燒美啊 當然有啦 讓我帶你去吧 哇 這麼多串燒 吃不吃得完的 OK啊 我吃的都不肥的 這裡的串燒是正宗的馬來西亞串燒 你看師傅 是正宗的馬來西亞串燒 這不是我猜的嗎 但是味道可以嗎 當然可以 這裡用的醬汁 香料是由馬來西亞的空韻味 很棒啊 好餓啊 快點吃吧 我要吃這個腸仔 我這個還有一點蒜香 我看到有很多芝麻都弄了 上面還有一點蜜糖 加上蒜香 啊 醬啊 這個羊肉OK啊 它外面煮得有點脆 但裡面是很軟軟的 但辣的也不辣 而且它有一點鹹味剛剛好 因為羊肉很多人覺得很酥 對 如果它不酥就蓋給我味道 對 沒有味道 找一下莎姐的好煙 不要 它的雞肉很好 還有很多東西 粟米 香菇 還有不同的腸 我看到還有雞翼 對 真的很棒 我最推介的就是這個一口腸 為什麼呢 因為腸很香的蒜香味 外面再加了一層很甜很可愛的honey 還有就是一點點很脆很香的芝麻 是不是覺得五花八門放進口裡 突有一番滋味呢 試試看 這個還有日本的食物 它的裝潢也挺有日本的感覺 食物也很新鮮 哇 感覺好像有些古法 一把雷子啊 老闆娘 謝謝 讓我介紹你們吧 這個就是偏章版奶奶 還熱辣辣的 很香 試試看 試試 它的特點就是撕的時候 不會剩下手在離開 很甜 好像不太甜 很濃 那這些蛋是什麼來的 看起來好像普普通通而已 這些蛋是用地道的海鹽來醃製的 哇 天然的 對 所以它的味道不會一邊鹹一邊甜 做得很平均的 對 試試看 哇 花椒這麼多顏色 紫色 黃色 這個 黃中帶子 是的 紫森樹 特別甜的 冬天吃這個對 熱辣辣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花生 這個有名堂的 叫五香白味花生 不要試試看 有沒有八種味道 嗯 真的很香 有些滷水的味道 對 這個五香白味花生 每天都買八斤的 我Kiko要介紹給你們的 就是這個韓國的帝王薯 聽說它以前是韓國的帝王供品 適合我這麼斯文的熟女 這個韓國的帝王薯一枝出來 真的不用下功夫 又不用撕皮 嗯 吃下去還要香甜軟 適合最健康的你們 記住來這裡吃 好冷啊 天寒冷 不如吃點辣的東西 暖後味 好啊 好啊 老闆 麻煩兩碗酸辣飯 還有玉米雞 還有麻辣回味蜆 麻煩 哇 好豐富 終於有得吃了 不如我們先嘗嘗酸辣粉 而且那個紅薯粉也很硬 那個軟硬是剛好的 對 而且它的油真的不太紅 我覺得會比較健康一點 聽不聽到嗎 花生在咳嗽 不如我們嘗嘗這個 怪味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有怪味了 而且它有甜味 有一點酸味 對 還有辣味 還有什麼味道 好吃 吃這個 飯都可以吃多幾碗 我吃這個叫麻辣回味蜆 嗯 很爽啊 而且沒有沙粒 還有辣味 真棒 記住 知不知道這裡的酸辣粉 和食物如何那麼好吃 因為就放了這個很可愛的小辣椒 是不是很可愛 叫小可愛 不是 它叫魔鬼椒 它是美國回來的 但是用了四川的煮法 所以是中西結合的 非常之好吃 喂 你有沒有聽我說的 有呢 當然我在吃 那我剛才說了什麼 好吃 這間我最推介的就是怪味雞 我相信口水雞 辣味雞煲 你應該吃得不少了 但是怪味雞你有吃過沒有呢 又酸又辣又鹹又甜 哇 種種味道都有啊 有多怪 你自己試一下就行了 喂 吃一下Alan 是呀 你在這裡幹什麼呀 是呀 你在這裡幹什麼呀 是呀 你在這裡幹什麼呀 在士林食街這條這麼多食物的大街 當然要找一間這麼有氣氛的酒吧 這間Top Beer就有世界各地不同的酒了 好像我啊 我在喝適合藍士喝的麥啤 黑啤 黑啤 沒錯 我跑不到你 好像女士喝的 當然有啦 麻煩你 我需要一個空麻利的雜果酒 還有一個波羅酒 好啊 YES 我很喜歡喝啤酒 就好像我手上的灰德國的麥啤一樣 想不到士林食街真的有這麼多不同種的啤酒 如果我一定會叫朋友一起去試的 口淡淡 吃什麼好呢 不如吃火鍋吧 不如吃麻辣煲啊 叫麻雞煲就剛剛好了 不要說了 走吧 走吧 來到村美街就一定要吃一些正宗的重慶菜式 我們就在士林食街由頭吃到尾 剛才老闆娘很熱情地選了三個正宗的重慶菜式給我們試一下 首先介紹我面前的就是重慶麻辣雞煲 它的辣味很有層次感 還有雞煲很嫩的 首先辣不會蓋到雞味 雞油不會蓋到辣味 很棒的 不如有人先試一試吧 這個雞很嫩和很有雞味 它的辣是完全蓋不到這個雞的雞味 很鮮 好 你們在吃的時候我就介紹一下我面前的一個花雕醉雞鍋 很厲害的 它的酒是用花雕酒和另外兩種酒一起浸泡了三個小時 冬天有一口這個湯真的覺得非常溫暖滋補 還有酒的香味在口腔中簡直是純齒流香 很嫩 很嫩 而且感覺到雞肉是彈彈彈彈彈的 Alpha 這個是你最喜歡吃的 我最喜歡吃的香麻辣烤魚 它其實是集了烤的方法和火鍋的方法一起做的 皮又滑又有趣 因為它是重慶菜 重慶菜的麻辣是立刻可以散的 吃下去散 接著再吃 平常都是吃西餐的時候喝到白酒 今次吃完重慶菜之後再喝一口白酒 真的很香 又有一番風味 這是甚麼來的呢 剛才試完熱盤的士蘭盤 這個是招牌的口水雞 其實老闆娘說她加上香料 還有芝麻 蔥花 花生 還有芝麻 沒錯 是被製了幾個粥頭 雞好像是龍江雞 真的要試一下 對 這隻口水雞其實不要看它這麼多的辣椒油 其實它不太辣 而且它的辣椒油滲進雞裡面 油而不利 真的很棒 我覺得很好吃 這個肉很嫩 嘩 你終於說話了 對 因為太好吃了 現在不停吃 吃完雞之後再吃青瓜 就覺得很新鮮 吃完它又嫩又大 真是棒 怎麼會這樣 你看我的嘴巴 忍住它 下次回來吃 唉 原來現在不用去台灣也可以吃夜市 怎麼止 還不用坐飛機 還有不用等放牆打 對 這裡交通這麼方便 即是隨著彎來都來 喂 你們可以去哪裏 如果你想來士林食街這裡的話 在Citywalk 全上天地走過來 都不用一個街口就到了 如果坐港鐵站 可以去西鐵線 全灣西站E2出口行人天橋道後地方 又或者全灣站B2出口行人天橋道後地方 如果你想坐巴士的話 你可以坐30號 31號 32號B 34號 36號 43號 235號 848號 小北方面可以坐83號A 86號 89號B 97號 302號 和33號 4號 24號 1 7 7 8